2010至2012年,几乎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死亡。 2010年,偷猎者为了蹊脚杀死了越南的最后一只犀牛。 2017年1月1日,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。 相关非法活动将面临严厉处罚。 非法购买一根象牙,便可能在狱中中此一生。 非法购买一颗犀牛脚,也将承受数年的刑狱之灾。 一起行动,用法律保护野生动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